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佛法门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我们要明白伦理道德因果 我们的身口意才能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假如伦理道德因果这些道理 我们不能深入 我们不能搞清楚 那有可能在伦常关系当中 我们还是造恶业了 那就不能达到这个助修的效果了 所以这个助修也还是要靠明理 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意 而且不明理自己要把心用对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那还是要明理 还是要懂得怎么修身齐家 怎么治国 我们也可以延伸到 因为毕竟我们不一定是公务员 国家领导人 干部这一类的 但是有可能我们要带领团队 企业 这个都是要懂得怎么为政 就是治国的部分 那现在地球是一个村 平天下 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所以这些理 我们搞明白了 我们才能在我们这些本分决策当中 断额纠缠 寄功雷德 就像我们现在地球当中所面对的 这个极端气候 温室效应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每个人都有责任 怎样改善 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 那有很多科学的数字 分析 都说明了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能吃素 这是能改善温室效应 最快的方法 因为整个人的饮食习惯 现在吃大量的肉 就得把这些原始生灵 砍发掉 那整个大自然就失衡了 你看这么多雨灵 它能够把二氧化碳转成氧气 那现在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很多 那生灵都继续砍发完了 所以大气中 这个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造成整个温室效应的情况了 那我们明理了 要为地球尽一份责任 当然能把这些道理跟亲戚朋友寻寻善用 让更多的人能这么做 那这些问题才能得以改善 所以现在很多提倡吃素 这个都不是宗教徒在提倡了 很多是已经警觉到这个地球的危机 他们也是知道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了 好 我们今天从三十九句开始学起 相约见雷震 君子以恐惧修行 这一句是《易经》震挂 这个相约当中说的 这个相约当中说的 这个相约是接连不断的雷声 那这个是震动的相约 那君子面对这样的自然 大自然的一个景象 他的态度是以恐惧修行 就心存了 就心存了 敬畏恐惧之感 就接受恐惧了 因此修养道德 醒察己过 这个修行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 反省自己的过失 那古人的认知啊 所谓天人合一 大自然跟人心啊 分不开 我们很熟悉 上书有讲到啊 做善降之百祥 做不善降之百秧 那代表人心 做善做不善 这是人心的行为了 他感召的自然现象啊 是很不一样的 人心善了 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的百祥啊 做不善 那就很多灾害产生了 就好像任严静当中就提到了 贪心感水灾 称恨心啊 感火灾 愚痴感风灾 傲慢感地震 正所谓一切法 从心想生啊 所以这些灾祸啊 也是人心感召的 像无量寿经里面 提到的 佛所行处 国义秋聚 米不萌化 就是佛法的教诲 大行于这个地区啊 赶来的是天下河顺啊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啊 灾力不起啊 国风明安 国风明安 兵戈无用 从得心仁 勿修礼浪 国无道贼 民无厌亡 强不凌落 各得其所 你看里面也是提到啊 日月清明啊 风雨已时啊 所以整个大自然是我们的依报啊 随着我们的心转啊 所以我们也从很多历史当中 包含佛门 比方说这个地方 有个大修行人 那他住在这个地方啊 会影响周边的百姓啊 都有接受到他的教化 那个地方啊 不遭难 那我们 这个了解了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在面对大自然的环境啊 那我们也懂得啊 我们也懂得啊 恐惧修行 像孔子 在乡党地时也是提到了 在乡党地时也是提到了 在乡党的风啊 哪怕是在晚上 遇到这种 天气的变化 天气的变化 这么强烈的大自然的现象啊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在乡党地时 一策有提到 陈汤的六问 因为陈汤啊 他遭遇了 汉灾 遭汉 那应该是挺严重的 他以六件事啊 他以六件事啊 智则曰 这个原文提到了 正不结也 史明吉也 公事容也 女业慎也 包居行也 产夫仓也 用这六件事啊 自我反思 自我 责备 问到了 第一 正不结也啊 就是 自理正事啊 不符合 法度吗 所颁发的政策啊 适不适当 第二呢 是 史明吉也 一时百姓 论语 论语当中提到 道奸慎之国 治理一个 谦慎的国家 谦慎 谦慎而信 首先提出来是恭敬 你 每一个 这个 政策啊 推出来 影响的面呢 都很大 这个政策假如不妥当啊 影响就是全国的百姓了 所以要很恭敬行事啊 所以要很恭敬行事啊 像现在的做法都有 事行 不是一下子就 全面来实行了 敬事而信 对老百姓要有信用啊 对老百姓要有信用啊 洁用 而爱明 使明以实 这个使明就是 这个使明就是 安排 百姓啊 来 参与一些公共建设啊 你 让百姓出来扶劳役啊 有没有考虑到 他 農忙时起 不要啊 安排 假如那个时候安排啊 可能他就没有收成了 他生活就困难了 这个都是啊 这个都是啊 一个 领导者啊 要考虑到的 所以他问的 第二个呢 是 一时百姓啊 有没有过度 第三呢 公事容也啊 这个公事是不是 建设啊 太奢华了 好 就非常重 好 再来 这个女业圣爷啊 是得势的宾妃 这些 禁言啊 干正 形成风气了吗 我们 顺着这些 句子啊 啊 其实这些因素啊 都是 历代啊 啊 这个王朝啊 衰败的 主要的 主要的一些因素啊 他镇定不妥当啊 啊 或者劳逸人民 太严重了 啊 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 啊 然后非常奢侈 啊 浪费了 啊 包含这个后宫干正了 好 因为后宫干正了 延伸到外戚干正了 这个 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啊 都非常大 还有 这个包居行也 包居呢 指的是啊 贿赂 因为古代行贿啊 恐怕能知道啊 所以是以这个 曹尾包裹来掩饰 这个包居指的就是 啊 这个 曹尾 来 把要贿赂的东西啊 包起来了 那贿赂 风气严重了 哦 这个朝政就 很腐败了 哦 再来是 禅夫 昌野 哦 静禅眼的人呢 呢 是不是 太猖狂了 哦 哦 那就是这些 小人当道了 啊 这个小人道长啊 君子道销了 哦 哦 哦 所以陈汤呢 呢 他遇到 这个干旱 他的态度啊 啊 就是以这 六进事情 来反思自己了 哦 当然 后来呢 他自己啊 面对这个情境啊 反思 哦 然后也有陈子啊 提到呢 说要啊 用人济世 哦 那商汤 哦 他 觉得呢 自己是国君呢 哦 不能用 不能伤害人民 哦 所以他就自己啊 哦 来作为啊 济世的贡品 哦 哦 所以后来也是啊 他这个陈兴啊 啊 也是感动上天哦 后来就降下 雨来了 哦 所以陈汤的 为君之道呢 是万方有罪啊 罪在正宫 啊 他不把责任啊 推给百姓 哦 哎 他这个 当领导者的态度啊 很可贵 哦 那这个是 商汤 他治国 啊 遇到啊 啊 啊 汉灾的一个态度 哦 那 其实啊 我们传统文化是 小大圆龙啊 这些义礼啊 用在我们家庭当中 也是 很能够啊 给我们有所提醒 哦 哦 那比方说 哎 现在 家庭出现问题了 哦 比方说孩子不听话了 哦 那这个时候是指责孩子呢 啊 还是懂得 自我反省呢 哦 或者 哎 夫妻 啊 感情出现第三者了 哎 那这个 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啊 来面对 哦 我们所处的这些静缘 哦 因为我们心用对了 这些静缘呢 才会往好的方向去转 哦 哦 我们刚刚提到了 天人合一啊 啊 啊 一报随着 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啊 心用对了 这个一报才能 往好的地方转 哦 一个家庭当中啊 不可能几十年 都是一帆风顺 都有可能遇到啊 家庭的状况 好 而我们 面对这些状况的 心态啊 啊 就决定了 这个状况是会越来越严重 还是能够啊 啊 逢凶化吉啊 扭转乾坤啊 就好像这些圣王 他遇到了那么大的灾害 那他用对心了 这些灾害就能够转化掉了 所以心用对了 才能违积啊 变为转积了 那刚好我们这个单元呢 讲的就是 反共内行啊 这个中庸 也是指导道道了 摄有四夫君子 摄见当中啊 有君子之道 啊 施诸真骨啊 反求诸其身 啊 这个剑没有射准啊 啊 没有射到靶心啊 那是射箭人 技术不好了 啊 要返回来 反省自己了 包含孟子也提到了 人必自武啊 而后人武之啊 人家侮辱我了 他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呢 可能我们的行为不够自重了 招来别人的侮辱了 家壁自毁啊 而后人毁之啊 所谓家火不烧啊 也火不起啊 可能就是夫妻啊 家人之间 有嫌隙了 不能懂得 去化解 这个外面的缘了 才能趁虚而入了 那国毕自发 而然后人发之了 一个国家遇到侵略啊 很可能是他内部已经啊 有冲突了 所以其他国家的趁虚而入了 所以家庭团体啊 遇到一些状况了 要往内反思啊 才能改善问题了 那比方说团体 假如这个 流动率 企业团体流动率 很严重 那这个时候 在指责 离开的人呢 那我想这个情况 会越来越严重了 主事的人能反思 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就有可能了 这个问题改善了 甚至于离开的人呢 有可能再回来了 这个整个 事物啊 会怎么发展呢 很可能都是 主事者的 这一念心呢 在决定的了 包含一个家 这个家长的心念呢 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发展 就像这里 汤王的这个六四 智责 你拉回家庭里面 家有家规啊 那我们整个家庭这些规范 妥不妥当呢 不能太严 也不能太松啊 不然都失当了 那 那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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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使明即也 一时百姓过度了 那 我们现在家庭当中 家里面的这些工作 家里面的这些工作 有没有让某一个家人 承担过度呢 这样有点不公平呢 不公平啊 但是深怨了 有没有体恤到家人的状况 甚至于 小孩读书 结果呢 连吃都吃不安稳 连睡都睡不够 孩子的身体都受到影响了 那 这个家庭 往后 会好吗 至要没落交迟啊 这个家庭以后能不能发展得好啊 最关键的是他下一代 他现在 整个身心都不安了 被科业逼得喘不过气了 父母不只没有体恤啊 还继续给他施压 这个 跟这个情况 也是相近了 你把老百姓 劳逸的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那他当然会反抗了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你把孩子逼到 他身心都出问题了 那就麻烦了 包含 公事荣爺 就是你一个家庭有没有太奢侈了 建筑太豪华了 建筑太豪华了 景圣是保家之本 和顺是齐家之本 诗书是齐家之本 这个孩子都不读圣行书了 这个就拜向已入了 所以古人留的这些话 我们常常都要拿来反思啊 自己自家有没有符合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 所以诸子自家格言提到的 祖宗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所以这个祭世是 弘扬孝道的 那么远的祖宗都感恩了 怎么会不孝顺眼前的父母呢 那子孙虽语 今书不可不读 他读经典 他明里才能分辨是非善恶了 一个小孩不懂得是非善恶了 那铁定迟早要出事了 所以这里提到的 不能奢侈 这个女业圣也 那 在古代 后宫不得干政 所以女子把家庭的 这个 皇家的家庭的事管理好 国家的事呢 是由天子 由皇帝来管理 那我们也听 那我们也听 过这个 天下第一家正联 他们家人口超过千人 能够治理的和和 他各宗的原因 他各宗的原因 砸碎了 这个汁都流到水缸 都流到水缸 每个人喝一碗 很公平 这个叫 平等对待 才能和睦相处 假如是 不公平 所谓大小眼 不要说治理一千个人 不公平 自己的小孩 他们兄弟之间 就不合了 就会互相计较了 所以你当父母 当君王 当老师的心要平 不然家庭团体 甚至班级 都有可能会有情况出现 而且正联跟明太祖说 治理好整个家族要不听复言 当然这一句 我们要依照 依义不依语 他这一句的义礼 主要强调什么 因为在古代 女子受教育的比较少 假如没有受过 圣贤经典的教育 难免心量没有打开 所以 心量小的人 他都是为自己 为我的孩子 来打算 那你的家族那么大 都只为自己了 那很难没有纷争 而且他讲的这些话 假如又影响他的丈夫 那这个家庭的嫌隙 就有可能会产生了 所以这个意识人应该是 不能听自私人的话 不能听心量小的人的话 那 那 我们看 为什么 有一句俗话讲了 您娶大家奴 不娶小家女 是大家人的 仆人 但是他在这种氛围之内 他看世 这种格局都不一样 考虑世 都是为整个家族在考虑 所以他心量比较大 那这个虽然是 这一家的千金 但他家庭小 他可能格局就不大 所以假如女子呢 她受很好的教育 圣前教育 心量很大 那当然 讲的话 丈夫要重视了 但是假如呢 家庭里面呢 心量小的人的话呢 就不可以受他影响了 这是正联提的 不听复言呢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家庭当中 甚至是在企业团体当中 都挺重要的 好 这个包含包居行爷 这个不能有啊 贿赂的这些情况 因为一贿赂了 就不能秉公处理事情 那你家庭团体里面 也有可能用这种方式 最后 你上位的人不能秉公处理事 就麻烦了 俗话说的 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这个都要避免 包含不能听禅言 家庭也不能听禅言 禅言甚莫听 听之祸殃劫了 听了禅言 君听臣当诛了 领导者听了 这个下属就危险了 父亲听了 这个父子关系就麻烦了 那夫妻一听了 可能要闹离婚了 朋友之间听了 可能这个交情就要决裂了 所以五轮关系当中 都要慎禅言 好 所以 老祖宗的 这些经典 他是小大圆龙 大可以用在治国平天下 小可以用在修身齐家上面 好 这个是 我们 见到这些自然的景象 也能懂得自我 省察 反思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进入啊 下一个 单元 是修身 笃行篇 丙 就是仁义存心 好 我们来看第四十句 严渊问人 指曰 客己赋礼为人 一日客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有仁乎灾 而有仁乎灾 曰 请问其目 指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好 这个严渊 请教啊 如何 能够啊 实践 仁德 仁道 因为这个仁呢 是儒家 所追求的 修养 那孔子啊 好几位弟子啊 都有问人 那孔子给他们的回答 都不完全一样 这个也是啊 因财 施教 那我们看孔子给 言悔的交道 孔子指导到了 客己赋礼为人 客制自己的欲望 使自己啊 言语行为都合乎于礼节 这便是人了 我们一般呢 一提到这个人 都会想到 仁者爱人 可是给言悔的指导呢 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啊 就像 大学 两纲八木 首先是格物啊 所以 格制成政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啊 这属于 内圣啊 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啊 这是至爱啊 进一步修其至平啊 才能去爱家人 爱众生啊 但是他的基础是 至爱啊 我们冷静想一想 一个人不是爱 把自己 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 他拿什么去爱别人啊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脾气都控制不住 他能把人 把人爱护好吗 不把人吓得半死就不错了 所以他能 他能 客己了 他能 让自己啊 不是变成 这些习气欲望的奴隶了 他能随顺自己的 本性了 自爱了 他才能去爱得了人了 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 欲知人者先自知啊 所以古人这些教诲啊 也都让我们知所先后 折净道矣 所以 这个我们看佛家 众生无边是愿度 发这个愿很好啊 可是从哪里下手呢 烦恼无净是愿断 要先 对峙自己的烦恼习气啊 你看这个教诲 儒家佛家都很相应了 儒家就要从格物啊 下手了 好 接着提到啊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只要有一天呢 真正做到啊 克己赴礼的功夫 那么天下 的人呢 都会受到感化 而归向于仁德啊 那我们从历史当中 比方说这个顺王啊 他所在的地方啊 一年成聚 二年成一 三年成都啊 他有德行了 一年了 好多人搬来 跟他住在附近了 变成一个聚落了 两年呢 变成一个县城了 县义了 三年呢 这里变成一个都市了 道之所在啊 天下归之啊 像 这个 周朝 这个周文王啊 啊 仁慈 那当时呢 有两个国家 余国跟瑞国啊 啊 因为土地啊 争吵了 他们就想啊 去找周文王啊 平平礼啊 那 那 这个 找周文王平平礼啊 代表 他在 他人的心目当中是很公正的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找过我们平平礼啊 哦 哦 假如都没有啊 那这个我们也要 哎 反思哦 哦 刚刚我们这个 前一个单元是 哦 反攻逆行 哦 都没人找我们平礼啊 那也代表 可能我们 啊 的 品性啊 这种威性啊 对方还不够佩服 好 结果呢 这个两国国君呢 入到 文王的国度 首先发现了 哎 这个 他们农地之间啊 啊 空的 这个 走道啊 很宽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农民之间 没有去争这个土地啊 都是互相让 啊 后来到了 这个 这个 京城呢 哎 看到走在路上的百姓啊 都互相相让啊 后来进到周文王的朝 庭中了 看到官员呢 也是互相礼让啊 啊 结果啊 啊 这两国国君互相看一看啊 还没等周文王出来接见啊 他们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去吧 结果回去之后呢 他们就不争这个地了 各个都 让让出地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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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啊 就传遍了 啊 当时候的 啊 这个 天下啊 结果就有几十个国家呢 都来归附啊 周文王啊 啊 因为他有德啊 所以孔子这一句啊 啊 有一天真正做到 克己了 复礼了 啊 这样的修养 功夫了 真的天下的人 啊 都会受到感化来 啊 归向仁德 好 那 就像 师长 他老人家 克己复礼啊 完全 没有自私 一心未苍生啊 那 我们也看到 啊 很多 跟他有缘的 众生 啊 弟子 也在效法他呢 啊 为众生来服务 啊 这个也是天下归人焉啊 所以看一个人真正做到克己复礼了 他真正产生的 他真正产生的 这个感化力量啊 非常大 我们 不少弟子啊 有机会 跟老人家 相处几个小时啊 几天啊 都会被老人家一举一动啊 说 感动 这个都是老人家一举一动啊 都非常真诚恭敬啊 这个都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了 我曾经遇过一个企业家 哦 当时候呢 人家要求他去听 师长讲课 他还起一个念头 因为他从商的 他听朋友介绍啊 他觉得 不可能呢 这个世间哪有无私无我的人呢 后来他到现场听课 本来坐在后面 听听听啊 他不知不觉啊 往前面 移动啊 所以这个老人家的慈悲受受力还是很强 啊 后来 这一个 同修啊 他听完之后就 持续啊 接触老和上的经教了 啊 他本来是 是 受英文教育啊 普通话 不怎么会讲的 后来他每天听每天听啊 普通话就越来越会讲 你看 他不相信有 牺牲奉献的人啊 可是当他接触到了 他也被感动了 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 但恐成心未至啊 真的做到客气负礼了 真心显露了 很自然能感化别人了 所以古人讲的 人之初性本善 这是真实不虚的 好 所以为人有己啊 而由人夫在 实践仁德啊 是全靠自己 下功夫 还要靠别人吗 所以这个东方 主事道啊 都是内学啊 是内求的 不是求别人的 孔子在论语也说了 人远乎哉啊 人远乎哉啊 我遇人 施人自已啊 我们肯 受此老儿上教诲 老儿上有一个妙法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就是人的 落实案 那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啊 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 我们能把自私 转成念念为人想 那把自私放下来 就是客己了 客己复礼了 然后念念为人想 所以人离我们不远了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念头 转过来 而且 这个仁爱慈悲啊 是本有的真心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障碍真心的习气 把这个自私自利能放下 他本有的东西 他就能显现了 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是我们本有的 好 好 好 那言渊问 请问其目 请问具体的条目 从这个 问话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言回修行啊 是非常 务实的 他听了一个好的教诲 他会想 下所处在哪 具体怎么落实啊 就像 师长老人家 他请教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知道佛法很好啊 要怎样 能很快弃路 张家大师回答 看得破 放得下 这六个字是理啊 道理啊 接着师长讲 从哪里下手 这个问法跟言回的 请问其目 很相似的 相似的 那张家大师知道 布施 具体的做法 布施 那张家大师说 今天给你六个字 回去做六年 而且从哪里 从布施开始做 其实布施也是 放下自我啊 那孔子接着具体回答 从哪里下手呢 非理物事 非理物听 非理物言 非理物动 其实都是从这些地方啊 克制自己的 习气了 才能 恢复我们的恭敬心 离者敬而以以啊 我们在这些地方 都随顺习气了 不要说去爱人了 根本就会伤害到别人了 比方说 非理物事 不合理的 不看 就像于静义公 他看到 漂亮的女子了 她的心啊 就动了 心动了 对人就不恭敬了 动了一些邪念了 那铁钉也会给人家很不舒服的 感觉了 所以 这个 不合于理啊 不能看 就像弟子规说 非圣书 秉悟事 斗闹场 觉悟境啊 这个首先才是 爱护自己啊 不然一看这些境界啊 自己的心啊 就堕落了 都被欲望给葬住了 那在古代也有啊 因为啊 不尊重人啊 给人家乱看 看到 遭灾祸的 当时候静文公 到了朝国 结果朝国国君呢 好像听过人家 说这个静文公的肋骨啊 跟一般的人不大一样 朝国国君呢 居然在静文公 洗澡的时候啊 去给人家偷看了 这对人很不尊重啊 那文公就很生气了 后来他当了国君 他当时是从额啊 他当时是从额啊 公子从额啊 后来当了国君呢 就 记得这一件事啊 就讨伐朝国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对人不尊重啊 感召来灾祸了 非理 物听 不合乎理的 不听 我们一听啊 这个性啊 心啊 心啊 就受染污了 这个不自爱了 所以 所以自爱的人呢 善护自己的亲近心呢 比说长 此说短啊 不关己 莫显管 那不合乎理啊 不说 非理物言 就像我们 不能乱插嘴了 论语当中也说了 时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讲话不能 不恭敬啊 太浮躁了 这个 面对当下的静缘 心要恭敬要安定 不能乱插嘴 其实啊 乱插嘴的行为啊 就反映我们的浮躁了 心行一辱啊 尤其啊 你侍奉 很有地位的人 那 这个讲话的分寸啊 更要拿捏好了 就像 这个 两百三十三句 这个是论语当中的教诲 孔子曰 事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造 言吉之而不言 为之影 未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啊 哇 你看言语当中 这个应对啊 都要懂分寸 啊 这里的君子 应该比较是指 国家领导者 了 来 试奉的时候 容易犯三个过失啊 话还没到该说的时候 我就说啊 为之造了 心服务器造了 话当说而不说啊 话当说而不说啊 这个为之影了 就有隐瞒 影特的故事了 没有观察 没有观察 君子的神色就说话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 就是不懂言语分寸 犹如盲人说话 不看对方 大为失礼了 所以这个非离物言 这个俗语也说 心贫弃何则能言 我们的心没有平静啊 还浮躁甚至还有情绪啊 都不适合讲话 不然呢 伤了自己 也伤了别人了 就好像我们情绪起来了 没有克制 又出去了 铁定伤了何气了 所以非离物言了 再来非离物动 不合理的事情啊 都不能动心 不能起心动念 所以在一切静缘呢 护好自己的恭敬心 清净心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夫了 所以要自爱 才能爱人 才能爱人 要护念得好自己的心呢 才能去护念他人 所以欲爱人者先知爱 这个赤地啊 在我们这一个单元呢 仁义存心 首先提出来 所以要 要仁义带人呢 去爱人呢 首先还从自爱下功夫 好 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